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 《论语数儿》篇第34章 子疾病,子路倾倒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 磊曰,导尔于上下神奇 子曰秋之导求疑 夫子患病严重 子路倾谈向鬼神祝导 孔子说,有这回事吗 子路回答夫子说,有这回事 我祈祷文上这么说的 虔诚注导,上天下地 诸重神明 夫子说,我恐求了虔诚注导 那可久了 这章其实是在讲明 福子对宗教,对鬼神,对于虔诚敬意 他的用心何在 这一章可以跟敬鬼神的远值那一章 还有味之声,焉之死那一章 来合着参看 最主要是要演示出 福子 行中是有鬼神观念的 但要敬鬼神而远之 敬鬼神而远之 最主要是要讲人神意义 敬而不读 人文之庄严 而鬼神各思其直 一在地旗 一在天神 天神地旗 绝地天之通 天神在天上 地旗在地下 而人间则人该主持 而人跟鬼神要虔诚敬意 要敬而不读 就以敬得为之 而不屑读他们 为之声焉之死 以死来理解生 生事之以理 死葬之以理 记之以理 死是告别 而伤理告别 而记理是重新再连结 这里有归去 又回来 有告别 又有复返 基本上 这代表了儒家的 一种生命精神 是以生生为主导的 人居在天地之间 跟大自然搏斗 这大自然的确 力量非常大 会令人为之惧怕 但由怕而聚 由聚而畏 由畏而敬 以敬 养得 怕 聚 畏 敬 得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历程 由外在的 惧怕 慢慢转为内在的敬畏 而用这样的方式来掌养我们的本性 德性 这里非常重要的就关于畏惧 畏惧其实是一切知行之起点 聚和有所绝吗 一经门挂 门挂 山水为门 山为耿挂 水为坎挂 坎在下 坎在上 见险而知直 山在上 水在下 山下出全 所以一经门挂 一方面告诉你 见险而知直 一方面又 招式你山下出全 就是直所畏惧 由此进一步 由畏惧转为敬畏 而敬以养其德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华族文明很重要的 教化教育的精益跟窃益所在 他的精益跟切实之意 何在 这一点很重要的 荀子书里面也提到过 百姓以为神 而君子以为文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俗民百姓 归神灵验 好像 片处都是 君子以为文 君子问之以礼乐 通过礼 分串节度 通过乐 和和同一 通过礼乐 来养其仁义之道 仁者 仁之安宅也 仁之正路也 你有一个安宅可居于人 有正路可走 行其义 能仁义 举安宅 行义路 如此才能够上达天道天理 所以这一章 讲到夫子疾病 根据考证 这大约是孔老夫子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之计 夫子这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而子路 想来想去 还是祭祀一下鬼神吧 所以子路 倾倒 就舍得谈 道于鬼神 后来夫子居然度过了这一关 问起子路这件事 有没有这回事 子路说有的 而那类词 那个祝导文是这么写的 叫 道尔于上下神奇 全城祝导 上天下地 诸众神明 夫子说 秋之导久矣 我恐求每天就是这么虔诚 祝导啊 这也就是说 这祝导的活动 内化成 敬畏 敬德的活动 它不是 外在的 灵验的 乃至 祭祀灵验的一种交换 不是 也不是祈求 它是内化于 自家本性的 好好调理跟生长 所以福子之导 福子 他说 秋之导久矣 他不是求庇佑于鬼神 他是敬畏天命 求庇佑于鬼神 跟敬畏天命 这很大不同 敬畏 才真正能够 养内在之德 以生长 并且能入于造化之源 这叫见人之天 这叫下学上达 最后才能默契到庙 仔细想一下 如何前程助导 如何转敬畏 养护得性 如何能入于造化之源 见人之天 下学而上达 而默契到庙 福子之导 是敬德的传统 以敬仰德 从这一章可看到 无助信仰 灵验信仰 经过了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转折过程 到福子这个年代 反而转折成了 这代表一个人文化的过程 记得就是在宗教学的发展上 一般来讲 这些鬼神灵验的信仰会在先 而慢慢的人们理解深刻了 他慢慢这些东西要求其合理性 合理性的发展的时候 就慢慢的养出那个敬德 敬畏之德这个传统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章 要能够了解到 这里隐含着一个 无助信仰 灵验信仰 慢慢走到了 儒家人文教化 前程敬拜上昌 这样的一个传统 我们把这一章再读它一遍 指疾病 指路倾倒 指约有诸 指路对约有知 来约 导尔于上下神奇 指约秋之道九亿 主急病 主罗情斗 主网有诸 主网对外 有知 雷万 道尼于上下神奇 主网 求是道九亿 好的 我们这一章 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继续望下 感恩